讲过了Hector Blauz的标题交响曲 我们如果看标题音乐的进一步发展 就会涉及到另一位人物 那就是France Liszt 提到France Liszt 很多朋友都会知道 他是一位大钢琴家 而且可以说他开创了 后来的现代的钢琴流派 然而在今天的这一节中 我们会讲到他作为作曲家的这一层身份 特别是他在标题性音乐创作上 都有哪些贡献呢 首先他在钢琴音乐上 同Robert Schumann和Mannson一样 赋予了钢琴音乐标题 在很多练习曲上 他的那些标题都给人们 以非常大的文学联想的空间 而事实上 作曲家也恰恰是以文学作为一个契机 来引导并且换取了创作的愿望和思路的 这么看来 李斯特和他同代的那些知名的作曲家是一样的 也是一位强烈的音乐与文学的爱好者 李斯特在标题音乐创作上的最大的一个贡献 他开创了一个被称为交响师的领域 他形成了在19世纪出现的一个新的交响音乐体裁 1848年 李斯特担任冯马宫廷乐长 并在之后的十年间 完全与世隔绝 专心于创作评论指挥和教学 李斯特一生创作了13首交响曲 除去最后一部交响师是80年代创作的以外 其他12部交响师都在此时期完成 这些作品被称为交响师 是作曲家富裕的名称 他认为 交响音乐应该同那些经典的文学名著相结合 用音乐来表现和唤起 人们对于文学的独特理解和情感价值 文学所传达出来的抽象的诗意 和表达的那种中心思想 应该成为音乐表达的主流和核心 这就使得交响音乐和文学著作 有了一种关联的可能性 在这里 他比伯良兹更近了一层 伯良兹是希望用文学式的语言 去描绘音乐的具体情境 而李斯特认为 音乐的抽象性 恰恰可以去发挥 他对于抽象的诗意的表达和表现 所以他所写的交响师 并不是执着于具体的故事情节 和鲜活的人物 而更多的是他对于一些文学作品的独立理解 这就是说一个作曲家像李斯特 他阅读的文学 使他有了一种非常深沉 而非常抽象的哲思和感受 带着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 和这样的一种感觉 他去创作音乐 并且把这样的感觉赋予到音乐中 就好像作曲家用音乐 谱写了他自己的文学观后感一样 通过这样的音乐 他塑造了个人对于文学的这种 个性性的理解 同时也启发了人们 对于这样的文学作品的一种 开拓性的认知和爱好 比方说他笔下的Promiseus Hamlet Margepa 都通过他的具体的音乐 来表达了他对于这些人物的 具体理解和崇尚 李斯特的交响诗 既像交响曲那样体现其 更宽阔深厚的思想内涵 同时又比交响曲更精炼集中 如同诗一般简洁 他采用单乐章结构 以多段不同速度和性质的音乐 互相冲突又紧密相随 音乐不间断的展述 从而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 这样的音乐并不是传达一种 纯粹抽象的东西 而是传达的是个人内心中间 对于文学的一种深入体验 所以这类的作品与传统交响曲本质不同 而他又是从传统的交响曲中 一步一步走来的 可以说 李斯特透过他自己创作的交响诗 把标题性管弦乐作品 这样的一个创作潮流 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这样的音乐 使得古典传统中间的抽象观念 和浪漫主义所崇尚的文学的 诗意的那个抽象的意境 高度的关联在一起 交响音乐 古典的 而诗意是反映的浪漫主义情怀 李斯特通过他的交响诗 将二者合二为一 于是就变成了他自己内心中间 独有的心曲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他的一部交响诗作品的片段 《马杰帕》 在这部作品中间 我们看看 李斯特是如何理解歌德的诗作的 同时我们通过这个作品中间 也能感觉到作曲家究竟继承了什么 又开拓了什么 他和 赫格特·布利尔茨的 交响曲作品 又有怎样的差异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